小S的几个女儿都进进了娱乐圈 一举一动受到大家的关注 1月3日晚 有网友问小S二女儿为什么英语多 她发布现实动态回复网友 另一位表示自己英文比中文好 因为英文是母语 在学校家里和朋友聊天都是说英文 所以习惯与英文沟通 最后还发了一个难过的表情称 自己要好好练习中文 此言一出 立马引起了网友热议 毕竟台湾人的母语轮不到英语 而她父母也不是外国人 说自己母语是英语 实在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Lily只是中文不好 所以没有搞懂母语和第一语言的区别 实际上Lily说话经常是中英文夹杂 早就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还曾有网友调侃 你这样说话 你妈妈不会讨厌你吗 毕竟小S曾在节目上 和Melody互对 称其中英文夹着奖 真的很讨人厌 而且Lily说话的风格 也常常对着像林志玲 小S也曾表示林志玲是她最讨厌的女明星 因为表面说话很点 最后其实烟酒都来 当然小S说讨厌这样的女生 大概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并不是真讨厌 而且女儿能成长到如今的模样 和她的培养肯定分不开关系 小S的三个女儿性格能力各不相同 最小的女儿抓马适合搞笑 完美继承了小S鬼马精灵的性 而女儿Lily却常常被人看作是大S的接班人 小S从小被姐姐压一头 虽然嘴上说很讨厌林志玲 Melody这样的女生 实际上内心确实很羡慕的吧 所以想要把女儿培养成这样的女生 从小S晒出的家庭日常视频看 就知道在家的时候 她和二女儿交流确实都是用英文 当然这种教育方式 也让Lily确实了基本的常识 才闹出今天这样的乌龙出来 通过Lily近段时间的采访不难看出 小女孩十分享受这种被剧光灯照射的感觉 闷想是成为韩国女团二队里的张颜英 但同时她也有比较严重的人貌焦虑 不止一次问妈妈自己鼻子是不是很丑 想要整容 她还不喜欢自己的瞎巴 也不知道小S对她的培养方式是福还是货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